好我们今天来再谈谈有关我们的新税法 那个新税法有谈到所谓的 小孩子的childtest credit 各位知道17岁以下的孩童在旧税法是 一个小孩可以有一千块的税务的减免额 test credit 新税法它现在变成一个人有两千 所以我刚刚有提到 我曾经有提到说小孩子多的人 一样一个小孩17岁以下两千 你有五个小孩就是一万块 当然跟收入高低有关系 那这时候我们一般来讲说 你的报税如果万一没有税的话 你这个税可不可以退回 有一个小孩至少两千里面的 一千四百块它是refundable 那另外六百块它就不能refundable 就可以延到以后再去减 这个税法到2025年就已经phase out 就不再用了 另外一个是贷款的利息 贷款利息记得 在去年2017年以前 你的最高额贷款100万的利息可以减 还有equity loan10万块 也就是110万可以减 新税法2018以后抱歉 没有equity的10万了 同时2018贷款只有75万贷款的利息 可以减免 这就是所谓的item deduction 一旦你的public tax只有1万 mortgage只有70万 的贷款之类利息可以减 难怪很多人的标准扣除了就够了 这边是跟各位检视一下 还有一个是什么medical的expense 很多人医药费的保险这些要扣 以前是你的AGI的7.5% 到了2018年是要升高到AGI的10% 那很多人又减不到了 所以他一边一改的税务 有些地方是对我们有利 这个地方就对我们有不利 还有我们以前都知道 你的Obamacare 你的medical的insurance 在过去没有买会 penalty 那现在薪税法不再有的 但是很抱歉 薪税法是到2020年以上 你没买才可以免掉 19 2017的2018 我们现在18的 你还是要买medical的insurance 万一你没有买 你还是会被罚款 19以后他就免掉了 所以对薪税法来讲 他就是有medical的penalty 可以减免可以扣掉 那我想各位都要特别注意 今年报税的时候 你没有保险还是会被扣的